歡迎收看每日焦點新聞 總體國家安全觀強調要以整體角度 全盤理解和維護國家的整體安全 奪出的是大安全概念 涵蓋了20個環環相扣的重點領域 在海外利益安全方面 包括保護海外中國公民、機構、企業安全和正當權益 也包括保護國家的海外利益 不受威脅和侵害 當中涉及確保海外能源資源安全 海上戰略通道安全 以及處理國家之間關係的國際制度、規劃制定等 海外利益安全涉及政治、經濟安全 以及資源等多過的領域 是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隨著我國深入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 尤其是在共建一帶一路 高質量發展不斷去取得新成效 海外利益安全在國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 1992年中國派出首支藍規部隊參加聯合國違和行動 而在30多年以來 中國已經派出違和人員5萬餘人次 去到2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加聯合國違和行動 而國家藍規部隊已經是成為聯合國維護和平的關鍵力量 2019年12月8日屠龍小隊洩灣仔放炸彈和槍手伏擊警員 案7名被告被控串謀爆炸 謀殺和囚集財產等罪案件搜刃反空條例起訴 6月11日在高院踏入第31日的審訊 從犯證人彭君豪續接受控方覆問後 控方傳召拘捕被告李嘉田的警員 他公稱以串謀有意圖傷人罪去到拘捕李嘉田 對方在警戒之下說 只是去過西貢那裡試槍 接著支槍就給紅仔 即是同謀者吳志雄 他說要回支槍來做事 而控方在今早覆問重犯證人彭君豪 他就解釋 早前指台灣軍訓和2019年12月8日計劃 非完全無關的說法 以下是一篇《巴士的報》的博客評論文章 文章說美國政界對於烏克蘭的支持力度爭論不憂 一些共和黨人主張減少對烏的援助 加大對邊境移民等美國國內問題的關注 導致對烏的援助撥款法案在國會一度受阻 不過也有一些共和黨人就認為應該要維持對烏的支援 理由是頗為不好實的 而根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在當地時間9日放出的節目內容 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林塞·格雷歐姆就聲稱 在烏克蘭有價值10至12萬億美元的重要礦產 他們可能會成為全歐洲最富有的國家 我們不想將這些錢和資源交給普京 讓他和中國分享 而具體來說 根據CBS的報導 在節目上 格雷歐姆被主持人問及另外一名美國議員言論 一個視頻片段顯示 共和黨籍參議員湯偉塔伯維爾 在日前就表示 俄羅斯總統普京 並不是想要佔領烏克蘭 也不是想要歐洲 他自己有足夠多的土地 他只是想確保烏克蘭的美國武器 不會指向莫斯科 而塔伯維爾同時也指責了烏克蘭總統 主持人繼續問格雷歐姆這些言論 是不是反映了俄羅斯人的觀點 我想知道你的參議員同時的這些言論 是不是代表著美國共和黨 對於這件事 格雷歐姆就予以否認 他宣稱說 不是 這個只是代表他自己 格雷歐姆認為 普京想去到重新建立俄羅斯帝國 不會止暴於烏克蘭 格雷歐姆也宣稱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 也能為美國和西方國家帶來戰略性經濟利益 他聲稱在烏克蘭有價值10至12萬億美元重要礦產資源 他們可能會成為全歐洲最富有的國家 我們不想將這些錢和資源交給普京 讓他和中國去到分享 而之後他又來回地說 宣稱如果我們現在幫助烏克蘭 他們將會成為我們夢寐以求的最佳商業夥伴 10至12萬億美元的重要礦產資源 就能夠為烏克蘭和西方所用 而不是給普京和中國 給普京10至12萬億美元的重要礦產 讓他和中國去到分享 這個太荒謬了 而格雷歐姆被美國輿論和媒體視為典型的 鷹派共和黨政客 他曾經多次發表號戰言論 突顯自己的反中俄立場 而格雷歐姆關於烏克蘭10萬億重要礦產的言論 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討論 有網友就批評說 格雷歐姆剛剛證實了 他們犧牲烏克蘭人民不是為了所謂的民主和自由 而是為了烏克蘭價值數萬億美元的礦產 西方想要這些的礦產 太難以置信 還有網友說 格雷歐姆給出的理由是可信的 但也令人有心 想像一下公開去到承認做這一切 都是為了去到取奪別人的資源 令人震驚 戰爭反指多年來一直這樣做 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都是出於同樣的原因 烏克蘭和平峰會在星期六起在瑞士舉行 在峰會之前 烏克蘭戰後重建會議 11日起一年兩日在德國柏林召開 會議舉行前夕 烏克蘭國家重建局長 納爺沒有辭職 表示他的工作因為削減預算和軍糧主義拖延 而受到系統性的阻礙 另外烏克蘭總統扎蓮斯基抵達德國 將會參與重建會議 並且和德國總理索爾茨會面 而扎蓮斯基在社會平台上就表示 烏克蘭的能源設施遭受到俄羅斯的空襲破壞 有關烏克蘭能源行業的措施 將會是會議的重點 他又說和索爾茨的會談將會聚焦在 繼續提供軍事支持 包括防空和聯合製造彈藥 以及在和平峰會前協調國方的立場 在重建會議上將會啟動95個投資項目 希望可以獲得西方國家的資金支持 以及定出一系列的改革目標 會議還會將討論烏克蘭未來加入歐盟的問題 南韓軍方表示多名的北韓士兵在過去的星期日 一度越過兩韓軍事分界線 南韓軍方明昌示警北韓士兵返回分界線的北韓一則 韓聯社引述南韓聯合參謀本部示 事發在星期日的中午12點半左右 北韓士兵越過軍事分界線之後 南韓軍方透過廣播警告並且明昌示警 北韓士兵站後返回北韓一則 外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王毅 在俄羅斯會見當地外長拉夫維夫 而根據外交部網站顯示 王毅表示發展中俄關係 是雙方基於各自根本利益作出的戰略選擇 信應世界大勢和時代潮流不應該針對第三方 更不會被外部阻撓干擾 中方願意與俄方一同去到保持戰略定力 挖掘合作潛力應對外部阻力 推動雙邊關係行穩致遠 而王毅又說中方願意全力支持俄方的 金磚主席國工作 和俄方共同鋒固金磚截略夥伴關係 促進全球南方聯合自強 圍繞堅持多邊主義 促進共同發展發出更有力的聲音 推動大金磚合作取得開門紅 而雙方也就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 以及烏克蘭危機等 進一步去到交換了意見 回來看看本港新聞 行政長官李格超回應 辭任中院非常任法官 沈耀信所發表有關本港法治的文章 指特區政府已經發出長進的聲明 表明不同意沈耀信的看法 而沈耀信在《金融時報》的責問 和他早前的言論有矛盾 強調不干預法院審訊案件是香港基因 李格超在出席行會前回應傳媒提問時強調 法官可以有個人的政治取向 可以喜歡或者不喜歡某種政治制度 或者某條法例 但是法官專業是按照法律原則和證據 正確詮釋法例 而李格超指 沈耀信在2021年曾拒絕參與由英國政府鼓動 針對香港司法機構的政治杯葛 引述沈耀信當時指民主和法治是兩回事 不應該混為一談 而認為沈耀信近日的言論和當時說法是有矛盾 李格超指 意圖破壞香港法治的人是英國政府官員、政客 和反華反港媒體 他們在審訊前、審訊期間和審訊後公然恐嚇制裁法官 公然踐踏法治又指英國官員和政客 試圖將英國的司法影響力武器化 針對中國和香港特區 李格超說 特區政府不會容許任何人去干預法院審訊案件 這是香港的基因 特區政府從未也不容許任何人去干預香港法官的獨立審訊 法院一直進行獨立審判 不受任何干涉 據說政府不會容許這些事情發生 也會保障法官 一共有十名預備航天員最終入選 包括兩名分別來自香港和澳門的在河專家 而消息指入選的香港在河專家 是警隊女總督察黎嘉盈 她擁有博士學位有三名子女 她稍後會去到內地受訓 行政長官李格超表示 首次有香港的市民獲選為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何專家 有機會成為航天員 參加國家航天工程 是香港的光榮歷史 也凸顯了國家重視香港科技發展 肯定香港創科人才的實力 每日朝點新聞講到這裡